在飞花期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来到牡丹园 欣赏一些人文景观 因为在我们牡丹园内 有一些雕刻石柱 因此之外呢 我们这里面还可以观赏一些花卉 一些其他的花卉 比方说樱花呀 还有一些在这个非季节期间 开放的一些小品种花类 主要就是为了打造世界明湖 还有我们的人民乐园 然后呢最大程度的去开放一个 生态的旅游空间